北京時間中午12點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進行時》 小航是一名大學生 玩網遊的時候認識一位美女 小航以為遇到了自己人生的真愛 可接觸了三個多月 對方就是不肯見面 小航琢磨著 這對面不會是隻恐龍吧 結果比這更慘 除了你 我誰都不想要 親愛的 我想你了 幾段聲音甜美 情意綿綿的語音 幾張清純靚麗的自拍照 讓小航不禁浮想連篇 以為自己找到了人生知己 可他沒想到 相戀三個多月的女網友 竟然是一個和自己歲數相仿的 大小伙子 想要就找他談男女朋友 然後就直接找他見錢 拿錢什麼的 就冒充英音的語音 對 對 對 就給他發了一些假照片 和這種假語音 何某 今年25歲 曾做過動漫設計 對影音製作方面頗有研究 失業後 何某整天到網吧打遊戲 去年11月 他在遊戲中認識了小航 以女玩家的身份 和小航一起玩遊戲 時間長了 兩個人逐漸熟悉了起來 跟他發過幾次吧 親愛的 親愛你 目的就是讓他深信不疑為 從手機上找了一個語音的編輯軟件 然後選取一些情侶之間的 比較常用的一些語言 比如說咱就發這個 你到深夜 路和小女都得忍著 還朋友錢 交房租 信用卡到期 何某開始利用各種藉口向小航要錢 為了加深對方的信任 何某甚至將其他女孩朋友圈照片 發給小航 偽造每天的生活狀態 我懷孕過吧 就是一直說我是騙你什麼的 他應該是覺得就是我一直找他要錢 這樣不是親日間應該做的事情 就把我拉黑了 後來還來重新找我 我也沒見他 自主就是越來越在他的引導下 就動情了 就跟談戀愛了 談戀愛的名義他就錢要的越來越多 開始都是以借的名義 但是他要的錢從來沒有還過 經過何時 從2018年11月至2019年3月 何某共向小航索取錢財28筆 總金額4萬多元 幾個 就一個 這微信是你用的吧 昨天是我 現在我給你說一聲 我們北京是公安局的 找你什麼事也能想起來嗎 2019年5月7日 石井山公安分局老山派出所民警 鎖定了何某位於重慶市漁中區的暫住地 將其抓獲歸案 現在怎麼想的呀 積極那個賠償他的損失 請到那個法院還有他自己的原諒 就是讓我有此改過的機會 目前何某因涉嫌詐騙已被石井山警方刑事拘留 接下來要考驗一下您的眼力 大屏幕上的這幾張照片 您看是同一個人嗎 這女的髮型和服飾完全不同 一會長髮一會短髮 答案揭曉 確實是同一個人 並且這幾張照片呀 還是在同一天晚上拍攝的 這女的這麼百變造型不是為了走秀 而是為了演戲演一場騙子的大戲 畫面中的女子是黃某 前不久的一天晚上 黃某先後在三家賓館進出 每次現身她的裝束都不同 我們看第一段錄像 這個女的紅色的短髮 就走進那個賓館了 這個第二個錄像 這個女的是戴了一個紅色的長髮 還戴了一個帽子進了賓館 再看第三個視頻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女的也是戴了一個長髮 但是這個是黑色的長髮 戴了一頂帽子進了這個賓館 黃某在每家賓館內 只待上半個小時 就匆匆地離開了 就在黃某離開不久 多名男子 來到長安關分局管庄派出所報案 說他們被騙了 因為過去就是 我只跟她在微信上聊過天 但是我沒有見過她的真人 我當時出於男人 那是好奇些 然後我說那行吧 那我過去找你一趟 李先生三十歲 單身 最近家裡一直在催婚 有她微信 我看她成天發的朋友圈 都是屬於那種 比較奢侈的那種生活 故事也非常的闊瘦 我一看就是出家子女吧 黃某說她二十二歲 澳大利亞國籍 家境殷屎 在網上聊天 然後以交朋友的名義 約這個男的見面 見完面之後 就會以各種理由 比方說媽媽生病了 或者自己碰到什麼急事了 這個男的就去要錢 男的往往覺得自己 已經是男女朋友關係了 可能以後要會結婚的 這種事情要比較著急 就會去幫忙 就這樣 李先生被騙走了兩萬塊 如果女方會想找男方借些錢 作為應急使用 男方往往是沒有辦法去拒絕這種請求的 一個晚上 黃某就趕場似的見了三個網友 騙了近三萬元 每一次她的裝扮都不同 去見不同的網友的時候 是換著不同的那個頭髮和帽子 之所以她這樣做 是因為之前她也是有個前科的人 現在剛放出來沒多久 她覺得用這種方式 能躲過民警的追蹤 不要 不要 這個找你幹嘛 不要 這還有一個 這是人家的假髮是吧 對 黃某33歲 沒有工作 此前一位詐騙 剛剛刑滿釋放 每次作案 黃某都在網上搜集男性的交友信息 之後以傅家女的身份誘騙男網友 目前黃某被朝陽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本週一我們報導了 租住在豐台大洪門李女士家的遭遇 北京的大風吹到了李女士家屋裡的一面 隔斷牆 一家人這才發現 自己花錢租的所謂三居室 其實是兩居室 被人為隔成了三居 這房子是李女士通過中天置地房屋中介租下來的 因此很多網友就懷疑 隔斷牆可能是中介公司家的 目前我們的記者已經把相關的情況上報到了北京市租建委 等待執法部門告訴我們這牆究竟哪來的 再來看這樣一件事 同樣是租房帶來的煩惱 南京的陳女士留下難以癒合的傷痛 去年6月 陳女士通過自如平台租下了一套房子 入住4個月後 陳女士2歲的孩子就被查出了白血病 當地消息檢測顯示 房子的客廳 主卧 次卧 甲醛含量均有超標 對此自如公司回應說他們一直在積極配合當事人 並且公司並未對房屋進行過裝修 只是配置了基礎的家具 用品 相關的家具均有檢測檢驗的報告 符合規定 看來這超標的甲醛究竟是哪來的 孩子的白血病是否跟甲醛超標有關 還需要進一步的認定 如今陳女士的孩子已經去世了 我們也希望類似的悲劇別再發生 關注中介行業 關注租房裝修質量和空氣質量 立法立規 立標準是唯一的解決途徑 5月21號上午9點 廣州東站附近發生一起車禍 一輛白色奔馳車在斑馬線前突然撞倒多名行人 造成13人受傷 肇事司機丁某 女45歲已經被警方控制了 那麼網友很快就扒出了丁某當時開車時穿的這款鞋 大家看 這底有多厚 懷疑是因為底太厚 操作失誤導致著事故 那麼根據我國相關法律規定 司機駕車的時候是不允許穿高跟鞋脫鞋的 所以司機同志們 愛美也好 方便也罷 注意安全是前提 好了 接下來進入今天的北京110 指揮部立即部署延慶分局 百全派出所民警趕到現場 並通知了急救部門 現場是一名女子騎電動車經過事發路段 當時女子本打算轉彎 由於車速過快 正巧又遇到路面顛簸 這才摔倒在地 女子被一下子摔蒙了 所以倒在地上沒爬起來 多虧路過的群眾上前幫忙並報了警 很快急救車趕到了現場 將女子送往醫院救治 並沒發生其他的危險 警方提示大家 發現類似事故請及時伸出援手 必要時報警求助 避免發生更嚴重的後果 指揮部立即部署防山分局 長陽派出所民警趕到現場 並通知了消防部門 現場起火面積很大 濃煙滾滾 初步觀察起火面積至少有上百平民 目前消防部門和附近村民 都在忙著救火 而起火的是緊鄰村落的一片樹林 大量杨柳絮被引燃 火石蔓延已經燒到了居民家的院牆 所幸消防部門及時控制火事 一個多小時後將明火扑滅 過火面積200平米 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目前起火的原因 還在進一步調查中 警方提示大家 要加強防火安全意識 還請大家最好不要在野外動用明火 以免引發火災 最後還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昨天由公安部主辦的第八屆 中國國際警用裝備博覽會 在北京展覽館開幕 包括視頻監控 反恐裝備 警用航空等領域的500多家中外企業參展 我們的記者也第一時間為您探秘這次展出活動 在這次警報會上共有500餘家的中外參展商 攜帶著最新的警用裝備參展 那麼我一來到會場上 就被強的這個大家伙所吸引了 這架垂直起降的固定翼無人機 飛行高度能夠達到海拔4500米 然後續航時間在100分鐘 就在三月份的密雲善火中 也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總共是飛了9個架次 對咱們這個火情 火源 還有就是復燃點那塊做了一個常態化的巡視 它具備就是人臉識別 還可以對這個車輛進行鎖定 對人員進行鎖定追蹤 現在為大家介紹的是這款 人臉單兵不控偵察系統 它可以聯繫到任何有刺激信號的設備 搭造咱們的警用無人機 小到我手上這款 帶有針孔攝像頭的胸卡 它的作用是幫助警方識別被拍攝者的身份 它主要作用是通過拍攝這個人臉的照片 來識別人的身份 確定這個人是不是好犯呢 是不是曾經罰借過呀 輔助警方做這個案件的侦破 觀眾朋友 現在我又發現了一個新的一個好東西 這東西我以前只在電影中才看見過 這是一把可以拐彎的槍 可以左拐也可以右拐 通過我手上這個鑽手就可以實現了 現在我拿在手上的感覺呢 也不是特別的重 然後我通過了解呢 這是一個1到4倍的瞄準鏡 現在咱們通過這瞄準鏡 拐彎 還是非常的清晰的 如果躲在一個掩體之後的話 我可以看到牆那邊的目標物 同時我可以利用這邊的單機聯動系統的話 使我們的手槍可以提發 這樣的話可以有效的保護自己去打擊目標 加密進入由北京冠領律師事務所 獨家冠名的律師看法 有糾紛找冠領 冠領律師專業負責 守望法治值得信賴 咨詢電話400-8787-666 2014年 陶大爺的一位朋友說可以帶他一起發財 讓老人家以房子做抵押 用貸款來的錢做投資 可現在錢沒掙著 那位老朋友也失聯了 要帶我們到湖南考察 這樣的話我們家就信了這麼大能耐 於是陶大爺在2015年 2016年2017年 用兩套房子分三筆抵押出來312萬 轉給了楊某用於投資 並簽署了項目合作協議書 如果一切正常 幾年之後 陶大爺能夠得到上千萬的回報 可是沒想到惡夢才剛剛開始 他當的承諾就是每個月的銀行利息他還 本金到期他給還清 每年支付我們10%的好多費 陶大爺說 頭三年楊某每個月都能按時支付 抵押還款的利息 直到2018年8月又到了還款的日子 楊某的電話怎麼也打不通了 您好 您拨打號碼是空號 請和最後再拨 當時我一惊 我眼睛都看不見東西了 我有點發懵 因為我畢竟七個歲的人 陶大爺趕緊來到楊某的家裡 在小區內他見到了十幾位 也來找楊某的人 原來這些施主都是用房子做了抵押 帶出來上百萬元交給楊某做投資的 他就是說將來運作三年 原始伍上市以後就可以出貨 所得的這個款項各50% 所以我投資了 山東楊信的一個養牛廠 還有那個什麼黃埔什麼電纜 他說就分紅分裂 大概其能分到兩三千萬 據施主們統計 十幾個人共給楊某轉賬三千多萬 回想起當初借錢的情形 大家才發現忽略了很多細節 雖然實地考察過項目 但是這些錢 夢沒用到這些項目 楊某出事的 與當地企業的合作文件 是否真實 大家都不得而知 他第一個採取手法 是惡劣的 蓄貌已久的 沒有公司 弄所有公司 沒有這項目 所有這項目 我覺得他的就是詐騙者 施主們告訴記者 他們都是普通的工薪階層 大多是六七十歲的老人 借給楊某的投資款 都是房屋的抵押款 楊某失聯後 施主們要自己每個月 償還貸款公司 幾萬元的利息 那沒辦法 那我付的兩個月利息 一個月利息四萬八 我就那一套房子 現在租房子住 一個月四千五的房租 老了老了 房子沒有了 我是二百萬 有一千多萬了 我現在你就說賣了的話 那我住哪去 我對不起兒子 我對不起爹媽 這一微子積極 最後都讓他這麼的什麼 被赫害了 陶大爺借的三百多萬貸款 每個月的利息是五萬多 為了避免損失擴大 無奈之下 他只能採取賣房 償還貸款 賣的房子是實在無奈了 要不還面臨的貸款到期 我認得三十多年 怎麼能到現在能把我給騙了 想不到 如果以項目合作協議的名義 最終捲款潛逃 這是一種典型的合同詐騙罪 名為投資項目 實際上就是一個非法借貸 它借貸的目的不是說 為了騙取這個使用權 而純粹是為了把錢騙走 北京冠領律師事務所的周旭亮律師認為 楊某的行為涉嫌合同詐騙 受害者應該多搜集證據 配合公安機關偵查 如果說暫時構不成刑事立案的條件 那麼他可以盡快提起民事訴訟 萬一這個個人也好 這些簽約主體也好 他還有財產的話 至少可以先把這些財產給扣除 避免他現在再把僅剩的那件財產給轉移走 目前陶大爺和其他事主已向警方報案 我們欄目也會持續關注 小江今年19歲 2019年3月小江的母親再婚 生下了一名女嬰 在醫院小江市大鬧產房 2013年小江的父母分居 小江跟著父親生活 2018年小江父母正式辦理了離婚手續 隨後母親再婚組建了新的家庭 從那以後小江就很少跟母親見面了 我爸就是腦血栓 讓他就是左半邊身體癱瘓 不能自理的 2018年小江的父親被診斷為腦梗死 癱瘓在床 父子倆就靠著父親每月三千多元的 退休金生活 2019年3月6日晚上 小江接到了母親電話 電話裡小江的母親說 自己生病住院了 急需一萬塊錢住院費 他兒子一聽以為他母親被別人打了 因為他想要這麼晚去看病不太可能 然後呢他是為了保護他母親 他就從家裡拿了一根翹棍出來 然後叫上他的髮小開車把他送到了封台醫院 在醫院待展室裡 小江找到了母親 直到此時 小江才明白 母親是找他借錢生孩子 他也沒跟我說過 他那沒有什麼就是明顯的問題 那我跟他發脾氣在醫院那個儀器砸壞了 他還是不太願意接受這個現實 他就問他母親怎麼回事 他母親呢就說 我要生孩子 我生孩子關你什麼事啊 這句話就激怒了他 對於醫生護士的勸說 小江非但沒有理睬 反而將眾人趕出了產房 就先討一說吧 就是他在這種 我之前通知我的事 告我的事 他把這個待產室的房門給關住了 並且用這個病床堵在這個門口 這個病房裡邊就剩他跟他母親兩個人 後來呢是醫生和護士報警了 警察來了 經過一段的勸說他才把門打開 經司法鑑定 小江砸壞的兩臺胎親監護衣 價值四萬三千餘元 在本案當中他毀損的物品價值 已經達到了四萬三千五百元 就已經達到了情結嚴重的 這個購罪標準 那麼我們對他的量刑建議呢 是在有期徒刑六個月至九個月 因涉嫌尋釁滋事罪 小江被封台檢察院批准逮捕 目前小江處於取保候審階段 我們考慮到第一 他父親在家 確實就他這麼一個直系親屬可以照顧 第二呢 這個嫌疑人十九歲 之前沒有前科 是這次是出犯偶犯 物品的損壞還能用金錢來衡量 他們家屬也願意 我需要那些酒店 我就沒想到